大家好,我是唐哥,今天我又来到了五合国防路,特色小于过天,这个三十年老店,口味倔强,是小土财馆了,又叫苍蝇馆,成都叫苍蝇馆,我想问你,这个小鸡头,我上次来派人都说,你这鸡头贵? 我这个鸡头主要就是供付钱,一收拾就要收拾半天,而且贵,我天天这个都限量的,我都收拾不出来,都不够卖的,贵都不够卖的,现在人的消费水平就是贵不作为,只要你口味好,干净,你觉得我贵,我还让你吃不长点,还要限量点,贵,你家主打是鸡馆和鸡头? 对,主打是鸡馆和鸡头,好,你家牛渣给烧的?牛渣也有,鸡鱼也好吃,我们家烧菜现在很好,好,尽量我们换个,换个吃牛渣,换点给你口味好,那个,我想问你,你这个,看过我视频可以有奔布贺培来人吃的? 你的粉丝这周边,泵姆的,泵姆很多,然后贺肥的,四线的,固贞的,淮北的,都有,你那粉丝号召力太强了,那你不如到泵姆开店呢? 快了,到泵姆开店快了,那要到泵姆都方便,要到泵姆,我到泵姆吃的也方便。 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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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家泵姆粉丝太多了,老顾客都到,老顾客都到,这个泵姆那个,摇草的,全国各地都去吃摇草的,对,我们家自从看了你吃饼之后,泵姆来的太多了。 哦,那感谢泵姆粉丝,到泵姆我也有时间去,去跟泵姆粉丝炸零了,感谢汤子。 不要,不要,不要,感谢,感谢你,菜少了好吃,我们才能来的。 这个是啥呀? 这是小鱼,就是我们店里面,就是,主打的特客的小鱼豆腐。 主打的照片? 对。 十块钱,你吃饱。 十块钱,洗饭活,请吃。 这个是什么鱼呀? 这个是那个鱼? 小鱼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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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是把这个小鱼做成那自助餐了? 对。 这个鱼是不是百店最便宜的? 对。 十块钱,洗饭饼,随便吃多少? 鱼还能去吗? 鱼不能去,去一半鱼十块钱。 鱼饭饼,随便你吃。 这个辣椒,这个里面,你看我刚刚放的这个辣椒面,都是自己做的密集辣椒面。 你这个味道的核心是什么? 味道的核心就是鱼新鲜。 这个里面自己做的这个辣椒面。 这个味道就是比较家常一点的。 马上要好了吗? 对,马上就吃好了。 哦,这快快了这个。 半个小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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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鲜。 新鲜。 哦,新鲜。 多么有食欲。 现在我又咽口水了。 马上多吃点。 马上多吃点。 马上这个豆腐就放在上面了。 对,豆腐放在下面,小饼放在上面,十块钱一份。 西饭跟饼随便吃。 哦,你家这个菜是饮流菜,就是最便宜的。 最早我们就是这个是最便宜的。 最早吃的就是这个。 那人也要吃三个的饼,就快饭了。 开饭店,不怕大肚汗。 母和美女在炒起头。 这盆有多少碗? 这种饼香应该要10万左右。 所以要限购。 我说一般人能吃到几多,必须要早来。 早来也能吃到。 他怎么吃不着呢? 就这些? 就这些? 黄先生,你忙不过来。 我去看饼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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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用饼饼。 我去看饼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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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多人可能会放饼。 这个饼。 你会放饼。 因为你这个饼。 如果焯完饼。 这个饼。 它这饼。 它就烂了。 到时候,你再做的话,就不好看。 然后你不焯水的话,这样的味道,鸡的味道还更鲜,更好吃一些。 这样没有水沫吗? 没有,这个都洗了好多片,一点水沫没有,不腥是吧,对。 就是祖传绝活,炒出来就不腻,就好吃。 对,也不会说有那种西面啊什么的,就不会。 就是一个的香,这个要炒多长时间呢? 这个就是完全把这个鸡皮全部炒出来,看这个,炒得很厚了,然后再加那个,再烧一点。 你一个人炒四个锅的,也厉害啊? 对,一个人炒四个锅。 一个人炒四个锅? 晚上忙的时候,我一下上一二十桌二十锅锅,一个人炒四个锅,根本都炒不过来。 哈哈,根本过来。 你要扩大进营了,你要应该找故人了。 当我开大店的时候,我就做故人干了。 今天吃大菜,我自己烧,还有其他菜早上干了,自己干太累了。 一个人的精力有限。 一个人永远做不大的。 对。 双嗆小美女。 哈哈哈哈。 这个,这个是五合特色,叫什么? 就这个? 啊,欠头鱼。 欠头鱼啊? 对,我们五合特色。 小年来拿欠头鱼。 对,拖糊的欠头鱼。 好,今天我们搞一盆欠头鱼。 还有,我们五合的这个,炸鱼啊? 炸鱼,炸鱼也好吃。 好,炸鱼好。 还有牛渣。 好,牛渣也好吃。 这牛渣多钱吗? 牛渣是六十八。 哦,六十八。 对,它有牛百叶嘛,牛百叶不是会以前,牛皮筋。 炒一个炸鱼,炒一个六百叶给它溶。 炒一个欠头鱼。 好,欠头鱼。 豆饼五合的呀。 好,就四个,来,过来。 好,就四个,好。 你想炸个吗,兄弟? 必须的。 炸一个。 好。 好。 隔地要炸着了,他们哥。 你要炸着,隔地。 经理,帮你来五合。 你坐着,坐着。 好,炸着,炸着,你坐着。 你前辈。 我要吃点豆饼了。 这是牛渣的。 是红烧牛渣的牛皮筋。 这个是叫欠头鱼。 我没吃过,人没吃过欠头鱼。 欠头鱼。 这味道是好啊。 门里这个欠头鱼,好好吃。 好吃。 好吃。 我还是喜欢吃这个,夹下味道,你看豆饼。 有鱼汤上去。 这是我吃过的一个素菜里面,最好吃的一大鱼。 哈哈哈哈。 豆饼的有名字。 差不多了,有鱼汤又炫。 来,这是炸鱼。 这是鱼汤。 这是鱼汤,特色鱼汤。 我们拿这个鱼汤。 看豆饼的正好,这一份都不够。 你还要炸一份豆饼呢? 我自己真的能炸一份。 我。 难道美女上我鱼。 我没吃过。 可不定你吃完的东西好吃。 这个素菜里边的,这个最好吃。 这个好吃,我自己感觉到吃了一盘。 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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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它就会又蜡又辣又劲了。 那你又闻一口讲,是怎么讲呢? 聊大了,没很难。 慢慢喝。 我喝酒喜欢了。 我,我不炸,我也喝一大口。 今天这个太美美,河南大蕾地家的真逮捡 这个豆饼呢,我们又添一份,这份全部吃完了,都是辣椒了 这豆饼也太好吃了,你看,我们那个富山人家锅开,我也想开吧,锅开,真好吃 好好吃 看看,色有多好 哈哈哈哈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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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